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万元左右的车子就可以满足大多数家庭的需求了 但还是有人会犹豫 如果贷款买车按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成本算 月收入多少才能够养活一辆车呢 有车有救表示了买车前很期待 买完之后就开始恐慌了 如果要贷款买车的话 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活是否稳定 然后再计算清楚自己每月的收支情况 一般买车都是按揭贷款 首付可以低到总价的30% 以10万元的汽车来算 7万元的贷款再加上银行三年6.75%的利率 相当于首付需要4万多的存款 按照上面的计算公式 以后三年每月的月供是1944元 而汽车的停车费 油价以及保养费等等之处呢 每月大概在1400元左右 总计呢 每个月要在汽车上花费3300多元 要算清了这笔账之后呢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支出 来看自己有没有能力购买了 一个三口之家 每月的日常开支呢 大概在3500元左右 加上每个月的养车费 以及贷款的话呢 在不按揭房子养一个孩子的情况下 夫妇俩呢 负担一辆10万元左右的家用车 家庭收入呢 至少又在6800元以上 这样看来呢 只要是两个人都有着稳定工作的话呢 供一辆车是完全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不过呢 很多家庭都是先买房后买车的 如果这个时候房贷还没有还完 那么两口子的收入 大概要到1万元甚至更高 才可以买得起车哦